接下来讲的是台湾的几个重要的寄常天气 比较不一样的 第一个叫做寒流 冬天的时候有哪一种风面会过境 冷风会过境 冷风的后面是冷空气 所以如果我碰到后面冷空气 如果后面冷空气够冷 冷到某一个程度 在气象学的说法就叫做寒潮 或者叫寒潮爆发 一般人就叫做所谓的寒流 要够冷 时间大概从每年的12月到2月 每年10月就开始追东北气风 为什么12月才有寒流 因为不够冷 要够冷才叫做有寒流 要多冷才叫做够冷 每个地方的标准不同 各地的标准不同 在哈尔滨 冬天的哈尔滨 零下20度是温暖的天气 是温暖的 那不一样 那不一样 所以那我们台湾呢 是用台北市做标准 台北市做标准 那有两个标准 一般人用的是第二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是 两天之内降到4度C以上 最低温在10度C 14度C以下 今天温度 今天的气温17度 明后天 明天后天 会变成13度 降了4度 同时最低温在14度以下 这样就称之为有寒流 有寒流 但是一般人用的是 第二个标准 虽然没有降到4度以上 但最低温到10度以下 今天温度12度 明天变成9度 虽然只降了3度 但是最低温已经到10度以下 一般人用这个标准 就是 最低温到10度以下 就称之为有寒流 所以 寒流是跟冷风有关系 冷风过境就碰到后面的冷空气 如果后面的冷空气够冷 冷到某一个程度 我们就说有寒流 有寒流 那有寒流又怎样 有寒流没怎样 我们台北人 就是衣服多穿一点 然后暖包多塞一点就好 但是对农与民而言 就可能有所谓的寒流 可能就是寒半 这在每天都有这个新闻 像是虱目 因为虱目有很怕冷 所以寒流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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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还越越 十一票,十一票五票,韓汗 你在山上種高冷蔬菜 韓流一來結霜,凍壞你的蔬菜,你的臺灣還是賣錢 所以那個韓汗 所以呢,有韓流來起 這樣你就會去跟那些說啊 你要小心注意一下盛防韓汗 做一些措施啊,擋擋風啊哇哇水池啊什麼什麼之類的 把那東西然後減少它的水漲 那另外一個叫做,就是韓流的動畫 我們啊,死老百姓看不是什麼東西啊 看到那些雲跑來跑去而已 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你要知道 我們有一件事情要知道 有沒有看到,上面有,你有看到這裡有一條嗎 這邊有一條,這邊有一條的雲有沒有看到 戴重的雲 通常這種戴重的雲就是跟封面有關係 OK 所以看到,KD同樣有一條的雲 最保證那邊會有個什麼 封面 封面 就是 但是我們老百姓這樣可以看到雲跑來跑去 我們可以看為什麼德性 好,來,第二件是梅雨 梅雨這個名詞呢,不是臺灣原來的名詞 這個名詞來自於長江中下游 臺灣借用這個名詞 長江中下游在每年六月到七月的時候 會有長時間連續性的降雨 降雨 所以把它稱之為梅雨 又叫發梅的梅 為什麼叫梅子的梅呢 因為這個時間是所謂的梅子成熟的時候 這個時間正好是梅子成熟的時候 所以把它叫做梅雨,黃梅雨 為什麼稱之為發梅的梅呢 因為一直下,一直下中間就會發梅 發梅,發梅,梅雨 好,那梅雨 這個你講過這個名詞是長江中下游 然後臺灣借過來用 因為我們的行程原因是一樣的 什麼原因一樣 好 我們借用這個名詞來講 臺灣在每年的春末下游 五六月的長時間降雨 問 季節 請答 春末 下游 問月份 請答 五月跟六月 我講你的知識快遞 我會顯示自己看 小時候 我小時候 現在你會爆入梅跟出梅 這場雨下下來 沒雨季節開始 這場雨下完了 美雨季節結束 入梅跟出梅 可是這種欲罷 抄襲世界 恐怖不准 所以換成什麼話 不再爆入梅跟出梅 就五月跟六月 五月一號 美雨季節開始 六月三十號 美雨季節結束 五月跟六月 不再爆入梅跟出梅 入梅跟出梅 我在講一下 這番地有寫自己看 OK 好 每年的春末夏初 五月六月的時候 長時間的連續上 以稱為梅雨 這個名詞 借用長江中夏的名詞 原因 因為我們的形成原因一樣 什麼原因 赤流崩 因為這個時候 太平洋暖氣團 跟蒙古冷氣團 勢力相當 形成一個赤流崩 剛剛跟你講過了 赤流崩 冷暖空氣交匯 天氣不穩定 赤流不走 就一直下 一直下 下很久 下很久 所以造成長時間連續性的降 就稱為所謂的 在台灣叫做所謂的 梅雨 所以考試的時候問你 考試的時候問 下列 畫四個圖 下列哪一個是梅雨封面 你就挑哪一個 挑自由崩的 問題是 你認得出來 自由崩的擋成什麼樣子 你會認出來的自由崩的 圍面圖擋成什麼樣子 OK 自由崩 因為我們的行跟雲都是因為自由崩 自由崩 所以借用長江洞少爺的名詞 好 那梅雨來的時候就是下雨啊 所以濕度大 雨量多啊 什麼什麼之類 就很正常 看看就可以了 這是梅雨的衛星與土 來來來 剛才講過了 這個帶狀的原因有沒有 看到嗎 我剛才說過 帶狀的地方跟誰有關 帶狀的地方跟封面有關係 所以這裡有個封面 這邊有個摩古大陸契團 這個太明洋海洋契團 兩個勢力相當 在這邊形成一個梅雨封面 這邊形成一個梅雨封面 OK 好 這是梅雨的動畫 也是一樣 我們講過 我們死老百姓 就看到這雲跑來跑去而已 看不出來 你看到 有一個帶狀的雲 表示什麼意思 有個封面 有封面在這邊 封面在這邊 所以 我們國中生的程度 就只要知道 這個帶狀的雲 通常是跟封面有關係就可以了 其他的我們也就看不出什麼德性 春夏東南風 沒有問題說 意思說 春夏之交如果改吹 改吹東南風的時候 不用問老天爺啦 天氣會變好 為什麼 因為 溫暖的吹南風 寒冷的吹北風 改吹東南風 表示我們受誰的影響 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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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誰是好天氣 最好天氣 所以春夏東南風 我們提供 就是台灣的以前的俗話 俗話 梅雨是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 很好的 因為梅雨大概都在我們全年雨要的四分之一 所以 如果今年沒有下梅雨 今年是乾梅 不下雨的梅雨季季 那麻煩就大了 因為我們就可能就會怎樣 缺水 水水很快就會不夠用 所以梅雨對我們很重要 我們需要梅雨 來給我們是充分的水支援 但是 現在他說就會怎樣 就會淹水啊 山風啊 土石流啊 不知道 講義上應該有一個 就是梅雨帶來的災害的知識 你看 所以 梅雨對我們而言是一個必要之二 後面要交颱風也是一樣 是個必要之二 雖然下很大的梅雨 會為我們帶來災害 但是 我們還非下不可 因為如果沒有他我們就怎樣 沒有他我們就會 缺水 沒有他我們就會缺水 所以他是我們的 所以 梅雨是我們的必要之二 必要之二 OK 有問題嗎 沒有 沒有